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隔五月又再次看到曾国祥多次出入医院 虽没有过多的透露 但能得知病情已经十分不乐观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朱熹珍穿着黑色大衣 戴着黑色帽子 还佩戴了白色口罩 能看出身体情况已经不大好 非常的虚弱 需要靠人去搀扶 而儿子曾国祥也是全程都守在母亲身旁 有记者关心询问时 朱熹珍还说没有大碍 据悉 朱熹珍是曾志伟的第二任妻子 而且还是一个圈外人 文人非常的低调 为曾志伟生下了曾国祥 曾国又两兄弟 早年还带着两个儿子移民加拿大 与曾志伟两地分居长达二十多年 因很少和曾志伟同框露面 而被媒体称志伟曾志伟背后的女人 但曾志伟和朱熹珍结婚以后依旧绯闻不断 如今67岁还被拍到身边有一位红颜知己阿雪 据说是其好友的妻子 两人多次被拍到一桶出游 有许多亲密照被爆出 但曾志伟对于红颜知己的新闻不予理会 也没有回应 结婚多年 朱熹珍一直好似曾志伟背后的女人 做嫌内住十分不易 希望她能一路走好 说起娱乐圈的大佬 你脑海中可能会浮现一些人 像华强 邓光荣 成龙 曾志伟等人 这几位在香港娱乐圈的地位都是不可撼动的 今天咱们来就来聊一下 曾志伟大佬 他个子不高 但是却能在演一届呼风唤雨 曾志伟60岁大瘦的时候 香港半个娱乐圈的明星都来了 加上内地台湾的明星 补下200来号人 至今香港最具分量的电影奖项 香港电影金项奖 颁奖典礼都为她让步延期 足可见曾志伟地位之高 他们在香港娱乐圈所发生过的事情 潜规则过的女明星真的是多得数不胜数 种种事迹表明香港的娱乐圈完全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 乱 1953年曾志伟出生于香港一个非常有权势的家庭 也许是家庭的影响 曾志伟从小就跟同龄人不一样 含着金汤时出生的曾志伟对爱情也是来得很快 1953年曾志伟出生于香港 其父亲是大名鼎鼎的香港警署队长曾启荣 曾启荣的上司是华人四大探长之一的吕乐 曾志伟热爱踢足球 十几岁的时候机缘巧合之下 他认识了同样热爱足球的著名歌星谭永林 他比谭永林小三岁 父亲曾启荣见他与谭永林玩得好 便给了谭永林100块钱 当时香港普通工人的薪水也就几十块而已 后来两位老友还一起成立了香港明星足球队 像我们熟知的刘德华 苗乔伟 任达华都相继加入了队伍 曾志伟15岁的时候 有一次14岁的台湾小歌手王美华来港演出 认识了曾志伟父子 四年之后 王美华嫁给了曾志伟 大多数老板都是因为他的美貌 想把他搞到手 曾志伟见了他一面之后 也对他念念不忘 那个时候的王美华凭借着一副好嗓子 在香港歌舞厅成了当家台主 王美华凭借自己经验的长相和甜美的嗓音 吸引了香港众多富家子弟 但他却偏偏爱上了曾志伟 和曾志伟在一起之后 19岁的曾志伟跟18岁的王美华求婚了 王美华觉得自己的好日子要来了 王美华当年可是似出水芙蓉一般的落落大方 美丽而不艳丽 情形脱俗 在那个年代可以称得上是风华绝代了 也不知道曾志伟是咋想的 结婚之后照样吃喝玩乐 快活风流 这家中的大美人而不顾 1973年 王美华为曾志伟生下女儿曾宝仪 次年又生下第二个女儿 当时曾志伟的家族门道中落 老爸的事业已经走下坡路了 加之曾志伟整天不着家 王美华提出了离婚 曾志伟想也没想就同意了 把两个女儿交给了老爸抚养 自己照样在外华田酒地 后来曾志伟与一名叫宋丽华的女子结了婚 至于是怎么开始的 无可靠正 后来宋丽华生下儿子曾国祥 次年又生下儿子曾国祐 随着自己儿子的出生 曾志伟的电影事业可谓是青云直上 从做替身 做特效 跑龙套 逐渐居然可以倒起了电影 随着作品的增多 曾志伟成了新一城七怪之一 开始在电影界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1990年之后 曾志伟开始真正的奏红 91年曾志伟与好友谭永灵主演双城故事 凭借在片中自然精湛的演技 战胜了周润发 周星驰等强劲的对手 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 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个 且唯一一个影帝大奖 在拍摄电影安乐战场的时候 导演兼男主角的曾志伟 提出拍强暴戏份的时候 要求真枪实弹 女演员于倩文思量再三 还是答应了下来 可是到了拍摄的时候 曾志伟却真的霸王硬上功了 女演员反抗相当强烈 拍完后痛苦不已 最后影片上映了 强暴戏份保留了下来 实拍的那段却删除了 后来曾志伟与著名歌星官书仪 传出绯闻 确实也有一些绯闻照片 不过后来爆出官书仪的男友 是不丹活佛 2002年20岁的四川妹子 领愿进入曾志伟的事业 曾志伟以测试唱功为由 约领愿去卡拉OK 至于两人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那就不得而知了 2005年与20位港姐在海边拍泳装照片 曾志伟60大寿时 媒体曝光曾志伟十几段绯闻 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各位看官还是看图吧 曾志伟曾担任香港演艺人 协会会长 香港金像奖评委会主席 在电影电视主持 影视制作均有涉猎 成就确实是有目共睹 地位也是可见一斑 只是这么多的风流债 总有一天会还吧 忍受明星老公花星20年之后 他撒手人还 有种隐忍 叫做曾志伟的太太 朱熹真 曾志伟第二人太太 也就是电影《少年的你》 导演曾国祥的妈妈 朱熹真走了 香港媒体爆出来的新闻里 明明白白的写着 曾志伟的第二人太太 叫做朱熹真 内地网友一阵恍惚 之前报道中 曾志伟的再婚老婆 不是叫宋丽华吗 所以曾志伟到底有几个女人 几个老婆 大概如果曾志伟本人不跳出来说 外界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 他这个花星男人的风流情势 到底遇到过哪些情节 外界对朱熹真不太熟悉 但他在曾志伟的生命之中 以太太身份存在的时间 却是最长的 朱熹真跟曾志伟正式结婚之前 已经相识为他生下了两个儿子 分别是曾国祥曾国佑 在决定跟曾志伟在一起的那一刻 朱熹真就知道 眼前这个矮个子的男人 并不是一个守着老婆孩子 热炕头的男人 他的世界很大 大到可以忽略家庭的存在 曾志伟的前妻王美华 有过之间轰轰烈烈的爱情 可是那又怎样 就算生下了曾宝怡 这么可爱的女儿 也依然挡不住 他曾志伟在外面也的脚步 走入第二段婚姻 多半也是因为曾志伟 必须对两个儿子的成长 有所交代 但他婚后对朱真希 留下一句话 不要还我 钱我可以上交换我自由 年轻时的曾志伟有多爱玩 无需我在这篇文章里面坠言 关书仪 拦截音 很多女明星的名字 都会跟曾志伟三个字扯在一起 真真假假 当事人不说 外界只当是谈资 可是想想看 总是再想的开的女人 也不可能长期忍受老公的放纵 于是朱真希选择了 视而不见 眼不见心不凡 她躲得远远的 一口气跑到了加拿大 两个儿子也被她带到了身边 进行教育 于是就出现了娱乐圈的奇葩一幕 夫妻二人分居近二十年 还只是有一点 朱真希是非常聪明的 她牢牢把控着曾志伟的财政大权 当然不如说 曾志伟不相信外面的阴歌厌武 一谈到前 还是更信任自己的糟糠妻 曾国祥是朱真希和曾志伟 夫妻俩最大的骄傲 长相帅气的她 被称为高个子版的曾志伟 从2001年入行娱乐圈开始 曾志伟演过不少的小角色 直到后来她被发现 做演员再成功 不可能成就高过父亲曾志伟 于是在母亲朱真希的支持日下 曾国祥转行去做了导演 首次指导拍摄的恋人叙语 就入围了电影节的新导演讲提名 2017年 一部七月远安生 更是捧出了周东宇和马思纯两个影后 后来少林的你就更不用多说了 她挖掘出了一阳千玺不为人知的一面 这一次朱希真生病也是儿子们陪伴在床前 媒体几乎都没有拍到曾志伟前去探望的身影 也许就连外界都没有想到朱真希这次生病 朱颜这么严重 居然最后就是撒手人寰 但也还算是风光过吧 这一生有个大明星的老公 有位儿子大导演 即便是在感情世界里不如意了数十年 但终究也不算是这世界富了她 因为她也许真的很爱那一个男人 所以可以远望她一生